来 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想有一个代表性的图 叫做环圈图 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原型图 所以我用环圈图 这个环圈图 我想要呈现就是 各地区的进口统计 所以各地区 所以请勾地区的值 然后再次进口统计 真的中东 好 这边了 还有欧盟 还有东欧 好 先不管了 你有没有看到亚洲还是占最多的 亚洲 好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指说 在那个各地区的比较里面 亚洲地区 是我们的一个进口E-Line的地区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你有进口需求 当你就进 找最近的一些贸易伙伴 好 复制格式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 去画这个原型图 记得原型图的一个标题 标题 所以格式 格式一般里面的标题 设定为 设定为 各地区 各地区 进口 统计 好 所以亚洲地区已经超过了三分之 将近三分之二 64.5% 就已经占三分之二 可以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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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